NBA冷知识 卢卡东七奇你可能不知道的四件事 B.将母亲告上法庭 2018年东七奇出登联盟之时 商业嗅觉敏锐的母亲就用东七奇的名字注册了商标 并用于个人公司的经营发展 当时年纪尚小的东七奇同意了妈妈的这一做法 但随着东七奇在NBA打出名堂 商业价值迎来水涨船高 经营自己的品牌也变得刻不容缓 于是在多次注册类似的商标被拒绝后 东七奇无奈请求母亲返还商标权 但没想到却遭到了母亲的强烈拒绝 多次协商未果后 东七奇不得已将从小把自己带大的母亲告上了法庭 第二 与乔丹品牌的不解支援 2019年12月 仅仅在NBA征战一年的菜鸟东七奇 就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得到乔丹品牌的青睐 签下了一份五年亿美元的代言合同 要知道当年风口意识无量的西安签下的合同 也只有五年7500万美元 可见东七奇多么地受到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 在现已与乔丹品牌签约的球员中 东七奇是唯一一位白人球员 第三 球衣号码背后的故事 少年时代 东七奇的偶像是 被称为欧洲科比的希腊传奇球星斯潘诺利斯 2006年世锦赛 斯潘诺利斯曾带领希腊男弯 战胜过不可一世的梦之队 由于斯潘诺利斯的球衣号码是7号 因此东七奇在加入黄马后 一直穿着与偶像一样号码的球衣 在加入NBA后 由于当时独行侠的7号球衣 已经被队友鲍威尔占用 因此东七奇选择了77号 作为他的新号码 这个数字不仅延续了他对偶像的致敬 也成为了他的独特标识 第四 东七奇的爱情故事 你很难想到 长肖帅气 一副花花公子模样的东七奇 居然是一个纯爱战神 多年来一直钟情于自己的初恋女友 东七奇与玛利亚格尔斯 可谓是青梅竹马 两人在12岁就认识 2016年发展成为恋人 虽然在东七奇进入NBA后 女友曾因受不了遥远的异地恋 而选择分手 但在东七奇坚持不懈的追求下 最终还是赢回了女友的芳心 2023年7月7日 东七奇向女友求婚成功 这一天正好是 两人相恋的B7年的 7月份的B7天 而东七奇在独行下的求一号码 正是77号 连求婚都这么会选日子 不得不说 东七奇还真是会捣浪吗 你还知道哪些关于 东七奇的冷知识呢